今天大家可能有看到 我大概十二點到兩點之後 我們希望要再跟著一個攝影師 然後拿著一個麥克風跟一些人在聊天 然後派大家吃飯聊天 那我就是現在工作 其實在台灣Plus 我們就是台灣的一個英文媒體 然後我希望 因為我就是 有貢獻社群 就希望可以 比較闖社群的觀點去 在這個媒體就是 講台灣聚密的東西 我們今天在拍一些畫面 然後下個禮拜就來開始寫稿 然後就想要跟大家講這件事 所以我就會在 slack跟大家討論 然後都吸收大家的意見 那另外是 我還在跟我單位那邊爭吵說 我拍的這些畫面 能不能釋放出來 然後 他們就是有點對於反社群 當然有一些想法跟概念 所以我們就是 我盡量會爭取 我今天所有拍攝的畫面 被釋放出來 那如果不行 至少可能一些畫面 或是反看的部分 我受訪者願意的話 就能釋出什麼東西 會釋出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 進度我就會 我會 有進度就會跟大家報告 所以大概是這樣 然後大家有 對於這個 報導或專題有什麼想法 然後現在要加入 就找我兩邊 我很對評價的意見 謝謝 謝謝 然後請 下班